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继续下滑 还有加拿大央行在26号升息两码 幅度小于预期 这都让市场冲然希望 认为联准会接下来也许不会太激进升息 也有助于提振美股早盘的积极情绪 不过像微软和Alphabet等科技直播的财报失利 让科技股卖压持续涌现 纳指更是重挫超过2% 美股四大指数多数收黑 道琼指数小涨2.37点 收31839.11点 纳斯达克重点228.12点 收10970.99点 标普500下跌28.51点 收3830.60点 非半指数下挫28.36点 收2376.33点 欧洲股市方面 投资者还在期待27号的欧洲央行会议 市场对于大幅升息的预期 推动了欧元升值 欧元对美元从9月中以来 第一次回升到平价以上 欧洲三大股市全数收红 英国股市上扬42.59点 收7056.07点 德国股市上涨142.85点 收13195.81点 法国股市上扬25.76点 收6276.31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欧美股动态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